秦老师 你听我这个主意行不行 二 四 六 咱们六个人 假设咱们是一饭局 好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秦潇贤就想要引起周杰雄的注意 准备 开始 多吃 你喜欢今天这个是吗 我们今天吃的啥来 火锅嘛 我 我吃清汤吃的比较多 这不愿意样 你可以吃点 蘸点清汤吃吗 我尽力了 你不要看着我乐了 你看我这算不算成功一级大的努力 对不起 我没有进入角色 我们重新回到这儿 我们现在吃着一个鸳鸯锅 这是那个谁 那个秦潇贤 你好 来吧 快开吃吧 你是清汤辣汤 没有 我都可以 但我吃清汤吃的比较多 给你 给你我这锅 我要清汤辣 好 给我点机会 你吃清汤辣汤 小姐 我吃锅 你死我了 最后一遍 还有啊 我非得让他和你熟络起来 你是吃清汤辣汤 你那是清汤辣汤 干嘛 清汤 辣汤 张老师这好像是 清汤 清汤是吧 清汤你过来坐我去那ers 喝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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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看 对 对 对 худ 是累的羊 哇 好粉啊 因为这特别微微我自己的性格 那你自己是啥样的 坐在那儿啊 真的 全程不说话 也不是全程不说话呀 就我该 在这个聚会里 我觉得我 我该搞笑的时候 我该活跃气氛的时候 我活跃我的气氛 那直到真正觉得 有这个单独聊天的机会的时候 我才会去聊 或者有真的能找到 共同话题的时候才会去聊 就是其实他不是一个 有意为之的人 对 我该做的我都给你做 我能想到的我都给你想着 我不会去告诉你 我可给你干嘛了 就默默地付出 这个是就是不太符合我的性格 有的时候你做了这个好事 还缺一句话 所以我身边特别需要一个像彩儿姐这种朋友 可以可以 我很有空 我很有空 对 就是这种 我不行是吧 我跟你辅导了半天 我是哪不行呢 就是愣让人上的 我太难受了 你也没准备好呢 我去 我没准备好呢 来 两位朋友 行了 回去吧 男位要钱了 现在 Jasper CEO 和贝贝 是一个组合 然后呢 反而是 陈孝良和 灵灵 灵灵 现在是一个组合 那两位女生我们现在 到目前为止没看出了她来什么 这个是我们的吧 猜职业 猜职业的 还是到了这个时刻了 看一下 我们的任务卡 听女生 喜欢你小屋账号上有职业线索 请共同讨论和猜测男生的职业 请共同讨论和猜测女生们的职业 请共同讨论和猜测女生们的职业 并将结果写在评论区 并将结果写在评论区 猜对多的一组将成为胜方 书方需要满足对方指定任意福利 书方需要满足对方指定任意福利 有一个比拼 对 猜对了之后 就是多的那一方就是可以 可以有个要求 对 难题什么要求